疫苗價格問題 藍綠台北市長參選人互佔 蔣萬安說陳時中送來調閱小組的資料 內容一半都被塗黑 我們要求一定要完整公開相關採購委員 他們還是主要 送過來的相關文件都是塗黑遮蔽 我想蔣委員這樣的講法就大錯特錯了 自己當立法委員 尤其是召集人 如果他覺得資料提供不夠 而當初他沒有提出來 那個召集人失職 如果那時候就覺得夠 現在突然覺得不夠 那是不是因為選舉而變了新 那沒有關係變了新也可以 下個會期還在 他立委也還沒吃 但現在藍綠穷追猛打 說陳時中既然搬出國外廠商黨界 那公布國產高端價格重新吧 大家有沒有想過說 高端也許有一天他要往外賣的問題 那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國產的疫苗 或國產的新用 我們都不予保護 那將來在國際上怎麼做競爭呢 疫情持續束縛著陳時中 三加十一現在監院調查報告 幫忙背書沒記錄也ok 但陳時中明明不是說資料已經放監院 讓整個監察制度崩壞 這是一個民主的危機 我想讓各位選舉選封了啦 有監察院 監察院我們國家的五院之一耶 陳時中大力反擊疫苗門 三加十一門藍綠持續互咬 TVBS無愧李宗恆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開啟通知小鈴鐺 酸 肉 福